妈,嫂子,表哥小舅子一家要上这旅游,想上咱家住两天,给你打电话也不接,发信息也不回,都找到我这来了。 我故意不接的,有钱旅游,没钱住酒店呀,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。 妈,你看我嫂子,那可是你亲子,要是他家亲戚,你看他接不接。 不怪你嫂子,是我不让理他的。 妈,人表哥跟咱家不常联系,人一联系就有事。 你这样做,也太不给人面子了。 给面子撑台子,是要分人的,平时不联系,联系就像占便宜。 就说去年表嫂来看病吧,好家伙,带着一家家的人,七大姑八大姨的。 你表哥带人去游山玩水,让你亲哥去排队,我在家伺候他们一家吃喝拉撒。 好不容易熬到他住院吧。 可好,说什么,生病了需要营养餐,让我们撒鸡宰鱼,沾腾的一个多月呢。 来的时候两手空空,走的时候大包小包的,我还盗贴车费红包呢。 你嫂子说的这些还不算呢,去年输家带孩子上这里来玩。 白吃白喝也就算了,还把咱们家电视机给弄坏了,还差点把你哥的工作给弄没了。 可是,人这大老远的来,又沾亲带故的,寻个方便不也是应该的吗? 什么应该的?他小舅的,和他沾亲带故吗? 我看了,他呀,就是解他人之开,往自己脸上贴接。 哎呀嫂子,你这个干吃面酥酥脆脆还真好吃啊。 看吗?看吗?这电话我接还是不接? 我来接。 喂? 夏亮啊,我是你大姨。 啊,大姨啊,我小舅的一家明天要去你们那儿,你让我哥和嫂子帮忙接一下啊。 哎呦,真不好意思,我们哪儿也要去旅游,这几天呢不在家。 啊,那没事,那个钥匙放在保安那儿就行。 哦,那不然,把房三证留家里,或者货货给你啊。 不是,你这是什么意思啊? 大家都是亲戚,去你家这看得起你。 太可惜了,我们担不起你的抬举,你自己啊,想办法去吧。 我和你哥嫂都把他拉黑了,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妈,咱这样不太好吧。 我们又不是圣呗,他好意思为难我们,我们就好意思难为他。 像这样,眼里只有自己,没有高低的亲切,不要也罢。 喂,表妹,要不这样,你让我小舅的一家去你家待一天,你帮忙照顾一下怎么样? 哎。 嫂子,晚上帮我接下孩子啊,我有事。 那打扮成这样,又有什么事啊? 莉莉,交了新男朋友,晚上叫我们出去吃饭。 就是那个换对象,比换衣服还快的那个莉莉啊。 嫂子,不就让你接个孩子嘛,你怎么说话呢? 人现在男朋友可有钱了,天天带我们出去吃饭呢,今天还说要带我们出去唱歌呢。 小妹,你不能去,她儿子都快有她够了,还男朋友男朋友的,你嫂子说的对,哪都不能去。 凭什么呀,白吃白喝的,不花钱啊。 小妹,你现在是有家庭的人了,你想吃好的喝好的,可以让妹夫或你哥带你去,这我不反对。 但是,你要和那些不安分,不思进取的朋友在一起,这个家,吃了让你玩伞的。 嫂子,你不了解她,你别瞎说啊,人天天现在跟我说多自由多快乐,我都有点羡慕她呢。 小妹,你现在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快乐,都她想表现给你看的。 如果一个真正快乐的人,不会把快乐挂在嘴上的。 如果你的婚姻幸福,就像一把刀擦大在心口上一样,她会想法设法的让你离婚,这就是人性,你别听不懂。 没错,你忘了,上次你和你老公吵架,你要吃干吃面,你老公到处打听,这才在你嫂子这打听到。 人家对你好,你说人家在外面有外遇了,做了亏心事了,心虚,这不是就是那个莉莉说的吗? 现在误会不都解开了吗? 哎,嫂子,别说,您上次给我拿的那干吃面,还真挺好吃的。 那当然了,这也都给你了。 那这个不便宜吧? 这个不贵,九点九一箱,而且拍的越多越划算呢。 现在知道你老公好了吧? 一点都不走脑子,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 这夫妻之间呢,最基本的信念都没有。 这日子能过下去吗? 亲爱你们这么一说,好像还真是哈,之前明明离离婚,就是粒粒掺掺的。 哎呀,她整天给我们洗脑,说不让我们做三转女人呢。 三转女人? 哪三转? 就是围着老公转,孩子转,造财转呀。 满嘴的歪理,这夫妻之间,一个在外面挣钱,一个照顾家里,只是分工不同。 这两个人要互相体谅,互相理解,这才是健康的婚姻。 哎呀,可惜啊,明明还真信了她的鬼话,说什么男多女少, 二婚女人是个宝,什么女人离了婚,高富帅找上门。 哎呀,这下好了,还真离了。 那现在呢? 哪还有什么高富帅呀,喜欢她的,都是些秃头大叔。 她前夫现在也结婚了,她想回去都难了。 小妹,你看到了吧,你就听嫂子一句劝,嫂子不是不让你交朋友,是你交朋友时候,一定要学会争选,进猪者赤,进猫者黑。 小妹,你离这帮人远点,对你有好处,我们这个年龄会为不算本事,把家顾好,那才叫本事。 你嫂子说得对,以后啊,你要跟着你嫂子,学着点。 妈,我现在出去了啊,干什么去啊,我朋友又要逛街呢,你改天再去不行吗,今天哪都不能去,也好了也不行,我不管,我就去。 喂,老公,你什么时候回来? 哎呦,我出差呢,还要过几天啊。 今天妈过生日,我不管,你必须回来。 哎呦,小妹,今天妈过生日,你什么时候回来? 我看孩子呢,不得过。 我跟你说,大妈现在年龄大了,这生日呀,过一年少一年,你自己看着爸爸啊。 哎,妈,你怎么吃面条啊? 哎,你不是跟闺蜜逛街去了吗,怎么回来了啊? 跟闺蜜逛街,哪你生日重要呀? 你以为你生日,我忘了。 我看你没忙,我自己就下了碗面条吃。 行了妈,面条啊,你也别吃了,我就给你冲这银耳根啊。 好。 妈,我给你冲了一杯,你尝了。 好。 那单来了,对了,妈,你先吃,我先给你做饭啊。 菜好了,妈,咱吃饭。 做那么多菜干嘛呀? 今天不是你过生日吗? 回来不看晚了,妈。 儿子? 妈,生日快乐。 你不是出差了吗? 这不专程给你回来过生日的吗? 快,吃饭。 妈,姑娘也回来了。 生日快乐。 快看,给你买了什么。 哦,还有礼物啊。 镯子。 喜欢吗? 喜欢,喜欢。 谢谢啊,快吃饭。 哎,你们谁订花了? 我没有啊。 我也没有。 哎,这有张卡。 祝蓝妹妹生日快乐。 哪倒是张是吧? 我都跟她说了,那是不可能的事。 妈,你都一个人那么久了,你该找个人陪伴你。 我赞成。 我也赞成。 闭嘴吧,你们。 照什么照话。 吃饭吃饭吃饭。 请你,来,把蛋糕拿回来。 祝你踏过千周浪,能留在爱人的身旁。 sad 是不是被想到他离开了的一个 posted都在票上下吗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